各大电信业者纷纷推出了4G 也掀起了4G的手机大战 不过档路品牌也悄悄登陆台湾 价格下沙到大约5000块钱 抢攻台湾年轻人的市场 GGG推推推 手机品牌款式琳琅满目 五花八能怎么挑成了关键 台湾它的手表会做配对 那会记录你的所谓的运动的卡洛里 看你的里程是跑多少 蓝牙一开还能串联手表智慧心 已经是手机基本配备 现在要更深一级 这一摊4G旁边一摊摆出来的手机也是4G 现在真的已经来到了4G时代 各大业者不约而同推出4G手机 就连大陆品牌来到台湾也特别推出 像是这一款它比较特别的是 你只要在荧幕上画一个E 就会出现了浏览器 画C变成打电话 画M就变成Music播放音乐 大陆手机 悄悄进攻台湾 巧合的事都是4G 也都配备8核心 而且专攻低价 像是第一次登台的酷牌大神F2 售价5490 仅要红米的4799 这两款都比华为荣耀6 便宜快一半 除了价钱还要比比软硬体 拍照画素都有1300万 但自拍功能 酷牌大神和红米都比HTC的800万画素 略逊一筹 不过酷牌大神比红米的容量大上一倍 因为现在要做三款煞蛋的4G手机比较少 所以相对来讲 它这一款手机 我觉得操作上还蛮顺的 大陆厂商啊 它都是已经用倾价比高的 然后不到万元 或者是不到6000元 就可以达到高阶机种一样的一个规格了 低级软硬体还要凭外 新4004G手机外观 犹如苹果三半价格却晶莹许多 市场版图谁输谁有待观察 中文新闻留言 旅家现在也有道理